詞曲 李宗盛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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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一路 雨風對視著前行 心 流在遠方 淚雪滑落 火焰染過夜 夜 漫長 你在哪裡 曾真知飛過我的視線 我看見沒有天堂 只有染紅的點點 星光 時間 你給過我多少的呼吸 讓我行走在無悔的天地裡 時間 你能給我多久的呼吸 我就用全部來 交換生命的意義 你在哪裡 曾真知飛過我的視線 我看見沒有天堂 只有染紅的點點 星光 時間 你給過我多少的呼吸 時間 你給過我多少的呼吸 讓我行走在無悔的天地裡 時間 你能給我多久的呼吸 我就用全部來 交換生命的意義 時間 你給過我多少的呼吸 時間 你給過我多少的呼吸 讓我行走在無悔的天地裡 時間 你給過我多少的呼吸 時間 你給過我多少的呼吸 時間 你給過我多少的呼吸 用 一生的愛 在你視線裡 一路不在 淚傷 還是要無悔的 你給過我多少的呼吸 對我多久的呼吸 死人 害我多少的呼吸 死人 我的村民 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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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院 铁工厂 总裁已经给我下令 要将冷江重要的工厂设施 还有有价值的东西 要全部销毁 绝不能留给工党 那好 我现在就调兵 火速进入冷江 司令 现在调兵就来不及了 昨天晚上 我已经以你的名义 调了一个旅进入冷江 原来 你昨晚就把这一切都谋划好了 报告 你们两个怎么来了 参总 新闻要见你 他说他要把谁是共党小蜂告诉你 好 他终于跟开口说话了 我交代给你的任务 完成得怎么样了 傅平先生从 警备司令部混出去了 趋向不明 一群犯童 我怎么交代你的 什么叫取巧不明 他肯定回医院了 医院我查了 他根本就没回去 傅太太也从医院失踪了 共党不在 你的意思是 医院就不用绞了是吗 马高参 那医院没法绞 我们也不敢绞 抗命不绞医院 你就有共党嫌疑 不是 刚才 刚拉来几卡车伤员送进医院 都是昨天晚上 莲花台作战负伤的 而且 伤得最重的是林副市长 这几等着抢救 您说这医院我们怎么缴 那 那就先缴了警备司令部 我要参应好的人同 我 对不起师座 我 我知道您的军贵 我甘愿受罚 有什么可罚的 小三子要是在的话 不像你这么怕我 看来我真有很多地方 需要检点呢 不 师座 您对我们很好 是我的错 走了 你刚才说我对你们好 那你跟我说句实话 我们的士兵 是想跟共军决意死战 还是不战 不想说 赖参谋长上 调回来一个连的兵力 保卫司令部 大家听说要回来 都很高兴 你很聪明 你再告诉我 我们的士兵不想战 不 师 师座 我没有这么说 不想战就不想战 有什么害怕的 去 把赖参谋给我叫来 是 走 走 走 五十八军从金岛一进城 就开始了 现在已经抓了不少人 弄得冷江城是人心惶惶 他们抓的都是共党分子 可惜让副品签给跑了 你觉得他还会去医院吗 不可能啊 谁会这么傻 回来不等于自投罗网吧 新闻说 这次真的要告诉我 小蜜蜂是谁了 对 对 他又要耍什么花招 他坚持要见你 这里边一定有什么花样 不过 我看他也快不行了 醒被烟已经去了一个晚上了 还没有消息吗 还没有 想抓公子 恐怕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吧 不是公子死 就是新闻死 他不会笨道 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吧 杰平 喝了吧 你不喝 那我喝 喝完了 该有结果了 该有人 上天堂了 拿着 把枪举起来 举起来 举起来 我喊了 你 二 不认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被子里有毒 我想让你开枪杀了我 你没开枪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什么呀 因为我不想让你死 我想 让你在那边离宫 我 你真是吗 我施杀 做个傻子 真好 剑柄 我想求你一件事 行吗 你说 你说 你们就要胜利了 你会有一个美好的前程 一天 一天要找个好姑娘 娶了她 我做不到 我做不到 我 还记得 在北平我们买的那个泥人吗 记得 上面写的什么 生机和爱 死亦和狠 生机下爱 死亦和狠 还记得 我们下室的那个晚上吗 还记得那首歌吗 记得 那你能 再唱一遍那首歌吗 我想 听着那首歌 上天堂 好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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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天 天 晚 风 风 流 地 生 藏 西 阳 山 温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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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只能定居住 只能靠我 走 走 走 快 快 师徒 操场恐慌刚刚来电话 警备旅客五十八局发生冲突 看样子他们要强行突破 我 通知警卫旅 尽量不要发生冲突 回鹰嘴 我们要去操场口 师徒 您是不是还在犹豫啊 我是党国的将军 不想马上就撕破脸 抓住蔡银行和赖民 众种有赏 师徒 不好了 我们被包围了 是 慌生的 几个保密局特务 就把你吓成这样了 不是保密局的 是五十八军的 他们把整个司令部 全部都封锁包围起来了 五十八军 快快快 走开 快走开 快快走开 快走开 几个保密局 快走开 几个保密局 快走开 师座 怎么办 市长 没有找到公子 老傅 小蜜蜂传来消息 五十八军的一个旅 已经进入冷江了 他们把警备司令部给包围了 鲁多云下了格杀令 要杀掉蔡英豪和赖参谋长 杀了蔡英豪三二把势就得乱 鲁多云就可以从草场口逃走 蔡英豪现在有危险 我们得想办法帮帮他 可是以我们这力量 怎么办他呢 我想到了个办法 真的是个好办法 可以给他们脱身创造机会 我现在就去布置 声势一定要大 敌人现在是惊弓之鸟 要在气势上压住他们 老冯 你听我一句话 现在敌人正在抓你 你千万不能回医院 那是自投罗网 鲁英 你看着他 千万不能让他出去 好的 你还要去补养 不住他 你还要去补养 你穿下一个可谈 你得到你的服装 为什么不一鼓作气冲进去 我摸不清里面的情况 没敢贸然行动 饭桶 耽误了抓捕的最好时机 蔡英豪跑了 我咋要你的脑袋 就拿个话筒来 我要跟蔡英豪喊话 报告 蔡司令 警卫廉已做好战斗准备 所有门窗都已关闭 机枪也架起来了 一旦他们敢进攻 坚决消灭他们 可是 知情人 是 师座 电话先被掐断了 怎么办 别急 以后我带头杀手条血漏 冲出去 蔡英豪 听的 我是五十八军 四十六十的 只要你放下武器出来 我保证你的人身安全 都是国军 何必自相残杀呢 放屁 抵抗是没有用的 我们此举 只为清除你身边的共产党 我们说话算数 绝不与你为难 这样吧 我给你二十分钟考虑 二十分钟之内 不放下武器 就休怪我无情了 二十分钟 就利用这二十分钟 勾住攻势 择机行事 突围出去 是 你必须要回医院去 我放心不下呢 老傅 我就知道你会跟我说这个 解放军正在向冷江进军 解放冷江 就是这一两天的事了 可是我等不下去 医院的病人能等下去吗 可是你被敌人抓住了 连治病救人的机会都没了 这样不就更糟了吗 我等不下去 你不就更糟了吗 这样吧 还是我去医院吧 我看看情况 再向你做汇报 别онов又 vedere 请 护士长 护士长 你来了就好了 远安医生 他已经完全诱惑不过来了 现在情况怎么样 非常糟糕 房商院有八十多个 没房间了 清商院只能在走廊里 中商院有好几十个 都在当中手术 你说国庆医生 又送来几个病人都很危险 还有之前送来的病人 现在医院门外又被放锁 所有医院又都不准处决 护士长 好好好 护士长您说怎么办 别着急 别着急 这些病人 跟隔离区的人没在一起吧 一些当兵的 他们要争取 非有冲子来 后来听说急 他们才不敢了 好 我们去看看 莲花台方向的共军 今早继续向我们攻击前进 情况不容乐观 鹰嘴是共军另一个攻击方向 到现在没有什么动静 看样子 共军是有意将我们挤压到冷江 和鹰嘴之间的盆行地带 拒而兼职 那草长口呢 警卫旅堵住了伤口 他们说没有蔡英豪的命令 绝不退了 蔡英豪这个反贼 昨天在烟雨楼我就该杀了他 卫旅长把蔡英豪堵在了警卫司令部 限他二十分钟投降 狗屁 还等什么 还不赶紧冲进去 是 你摇什么头啊 陆司令 我是在想 这三二八师 现在还不知道 他们的菜市场配位 可如果他们知道了 您猜结果会怎么样 接着说 我想结果可能有三种 这第一种 苏黄娘守散 但是共军会趁机攻下赢罪 同时加击我们 第二种呢 就是派兵直向武将 把他们的菜市场救出来 第三种 不管他们的菜市场死活了 直接来投靠您 我判断呀 这第一种可能性最大 第三种最强 你的意思是 共军现在没有行动 是在静观其变 所以 您对菜市场的行动 一定要慎重 因为 如果一步错 那可是满盘切数 没想到 保密局还有你这样的人才 这马九成 怎么没看出来你呢 他哪有您这会言啊 我 我 我 往下拿来 坐下 杉总 刚收的消息 新闻线死了 死了 你确定吗 我们的人看见公子抱着行电的尸体出城 曾经想拦下 没有拦住 一群废物 你们老板怎么样了 问到了几次 我觉着 不行了 去看看 去看看 行文兄 我也很同情你 只可惜你的命掌握在行非烟手里 我也没有办法 你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只能怪你自己 追查了四年 你都查不出庐山是谁 我可以告诉你 傅品谦就是庐山 你办不到的事 我来办 你和傅品谦相比 高屁都是 就凭你这句话 我就可以以保密局叛徒的名义 现在就枪决你 如果你告诉我小蜜蜂是谁 也许我会改变主意 你怎么办啊 你怎么办啊 非烟 你为什么这么快就走了 你怎么办啊 你说过 你要永远跟我在一起 我们要有一个大房子 要扔好多好多小宝宝 我不会让行文抓到你 如果他抓到你 就会杀了你 我不想让你死 傻瓜 谁想死 我们的革命 马上就要成功了 我们努力了这么多年 不就是等着这一天的吗 谁舍得死啊 可是我有种预感 我恐怕活不到那一天 非烟 我真不知道 我们为各自的信仰 成为敌人 是对还是错 你既然知道 我从学生时代就出卖你 你明知道我一直在骗你了 是我把你抓起来的 我用火烙你 用皮鞭抽你 你杀了我呀 你连死都不怕 我怕就把伤害的火 不是那么地自私 薇言 原谅我好吗 原谅我好吗 没什么原谅不原谅的 爱情就是付出 我爱你 就能为你付出一切 还有什么 比我们的爱情 更值得我付出生命的呢 是吗 剑平 好好活着吧 你们就要胜利了 就要建立新的中国 我也想 为我们的新中国做出贡献 是 我不能完成了 剑平 奋斗吧 我爱你 记得 不愿意 常来看我 飞燕 王军路上慢点走 等等 长平 湾 古道 鞭 芳草冰凉 你怎么 你还想跟我讨价还价啊 报告马高三 马上 报告 怎么那么冒失 没看屋里这忙着呢嘛 出去 等等 什么事 报告马高三 我们在观景台下面山坡 发现了副品枪和公子 他们怎么会到那儿去 他们在山坡下立了个坟 没想到共产党也要纪念型飞烟 没想到共产党也要纪念型飞烟 闭嘴 滚出去 马高三 别动气 你过来 我把所有的秘密都告诉你 真奇怪啊 你怎么突然变得精神起来了 当然 因为这个世界对我 已经没有意义了 好啊 我昔耳恭听 有照单 还 stellen 滚 Hz 怎么回头 滚 Hz 滚 Hz 快给我们换换换 deles 快点快点 滚 滚 滚 你现在刚才被远回头 滚了 快 快点 快点 快 马高三 我把您的帽子给捡回来了 好 你的 这个 在屋里只发现了一具尸体 是老板的 新闻身上哪儿来的炸弹 谁给他的 回马高三的话 这事得问雷福吧 昨天晚上他守了老板一夜 我也差点被炸死 不过我都要问问你了 不是你把他从医院抬出来的吗 炸弹一直在他身上 你怎么没发现 行行行 别胡扯了你 我要是把炸弹放在老板身上 那这炸弹至少得他 伤着在一天一夜吧 马高三亲自审的老板呀 马高三看不出来吗 还挺激动啊你 马高三 这事可真的跟我没关系 您想想看 如果我真的要害打他的话 就不会往新闻身边上凑 对对对 没错 你看你刚才起来这一下 多灵力呀 这你还说不是你的阴谋 你 好了 都给我闭嘴 司令到 然后 走 来 罗斯 来 去去去去 刚听说新闻死了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司令是为了新闻的事来的吗 不好是 还是曹掌口 我以兵团司令的名义 真是让警卫里让路 可是他们根本不理 他们只听蔡言豪的命令 四十六十 试试强行突破 地试太差了 结果全推回来了 蔡英豪被困在警备司令部 你怎么不让委旅长 立刻把他抓起来 喊了半天话了 嘴皮子都快磨破了 可这个人蔡英豪 他就 他就是不会硬啊 你还喊什么话呀 早就该冲进去了 司令 你的优柔寡断 有可能会坏了大事 什么意思 你抓住了蔡英豪 就等于有了人质 他手下的人会不听你的吗 师座 二十分钟已经过了 怎么还没动静呢 我亮他们也不敢轻举妄动 他们人也没撤 这等什么呢 既然他们不敢进攻 我们这做好突出去的准备 是 是 把警卫连接回去了 是 看来里外 已经僵持很久了 为我们赢得了不少时间 老张那边布置好了没有 布置好了 李柱 司令刚来电话 问你怎么还不采取行动 废话 他刚才还告诉我要谨慎从事 现在又问我为什么不行动 他自己跟个婆娘似的 犹豫不决 你说我该怎么办 什么声音 怎么好像很多人 李柱 李柱 你看 小胸团 小胸团 快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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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游行的队伍 快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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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破坏 快破坏 wrists 劉欧 心 留在远方 泪雪滑落 火焰染过夜 漫长 你在哪里 曾阵止飞过我的视线 我看见没有天堂 只有染红的点点星光 时间 你给过我多少的呼吸 让我行走在无悔的天地里 时间 你能给我多久的呼吸 我就用全部来 交换生命的意义 你在哪里 曾阵止飞过我的视线 时间 我看见没有天堂 只有染红的点点星光 时间 你给过我多少的呼吸 让我行走在无悔的天地里 时间 你能给我多久的呼吸 我就用全部来 交换生命的意义 时间 你给过我多少的呼吸 让我行走在无悔的天地里 时间 你能给我多久的呼吸 我就用全部来 交换生命的意义 我就用全部来 交换生命的意义 不再 交换生命的意义 不再 悲傷 不再 悲傷 感谢观看